朱元张封了那么多网,为什么明朝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藩王叛论? 今天就来聊聊明朝那些造反的藩王们,看看他们为何走上这条不归路又是怎样的结局呢? 论明朝的藩王造反,守推燕王朱棣老铁,因为他是唯一一个造反,成功的只有成功的人才不叫造反,因为赢了,就可以随便开始输教格,请难啊之类的名头,要说朱棣他为什么要造反呢?虽然他的日子过得是苦了一点。 守着当时的边界,北京天天要面对北远那些抢劫犯们,其实一开始朱棣也没想着造反,要说这个锅给谁背呢? 依我看就是建文帝朱允文,自己有事没事自找的,虽说当时藩王坐镇边疆有兵有事,但是也没有谁表现得很嚣张要造反什么的,结果朱允文听了黄紫诚,跟其他两个书生的,非要闹着消弯, 按理说你消就消啊,你手段也柔和点被消那些藩王,要么被逮进大牢,要么被变为平民发配边疆之类的,结果剩下那几个哥们,一看完真的了不造反,就没活路了,而且朱棣同志又装疯卖傻的就想躲过一劫都躲不过去一狠心,就真造反了第二造反的,藩王是安化王朱治凡,这哥们图, 就不用放了,因为他真是不仅打洋一清老前,被一个手下直接就给平了,要说这哥们为什么要倒反呢?朱志凡,还真是有苦衷了,他家这个藩王之名就是,楼上那个倒反成功的哥们,朱递给了安化王世代,镇守宁夏,现在宁夏这地方都算不上多发达, 你想想六百年前的多困难,最后是宁王朱晨豪,又是正德年间,这个正德皇帝就是之前文章写的明朝最会玩的皇帝,再回头看宁王这个称号。 初代宁王其实就是朱棣的兄弟泽泽,真是因果报应啊,当时朱棣拉着宁王朱,全一起造反还许诺氏,成就分他一般天下和喝水信, 谁是傻子最后不但没粉,天下还给贬到江西南昌,去了于是初代宁王朱全,就跟子孙说仇准机会就学朱棣,也造反抢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一般天下, 这不到了朱晨豪这代碰巧遇上最,不务正业最会玩的皇帝朱厚照,于是就动了造反的心思,如果没遇上这个大boss搞不好,朱晨豪还真就是朱棣, 第二,真能造反成功了可惜,朱晨豪倒了大霉,遇上这个人圣贤王阳明馆,于王圣人的伟大事迹以后,另开一文在详聊概括的说,就是已经贯彻了知行合一的,王阳明先生一个半月,就平定了宁王朱晨豪的造反,而且号的是一堆半吊子的文官加民兵的组合军。